嗨小伙伴们 寒冷的冬天 浪哥玩一期 憨憨的向上葵 给大家带来温暖 哇 你们看他走路的姿势 太人家人了 不过过冬了 其他的植物 都有新衣服穿了 只有浪哥的向上葵 还是老一套 光溜溜的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得去问问 甜甜上笑 他的新衣服 是从哪儿东来的 浪哥 你看我过冬的新衣服 好看吗 这个眼罩 这个帽子 是不是超帅 如果你也想要的话 可以去那边的 扭蛋机里面抽取 扭蛋机 竹王国 九千系列扭蛋机 三万金币抽取一次 哇 你们看这个大机器 展员里边 全是好看的衣服 浪哥我 已经迫不见的 要试试手气了 来吧 正好之前 攒了不少金币 一发入魂 呃 豌豆射手的餐饮拍 这不行 再来 一发入魂 一个 表情包 又是这种没用的东西 嘿 我今儿就不信了 我再抽最后一次 一发入魂 哇塞 是 阳光霸主套装 绣极为的服饰 哇 太棒了 我现在就要去穿上 换衣尖换衣尖 我来咯 装备上 阳光霸主 你们快看 紫橙色相间的配色 给你一种 攻击性十足的感觉 哦 头上的弹簧霸卡 又给这个灵力的外观 增加了一丝俏皮 哇 阳光霸主 走的每一步 都带着风 即使是大脑僵尸 也没有他的外观拉风 俗话说 人靠衣装 马靠鞍 穿上新衣服 肯定要出去转一圈了 走 山峭壁 来咯 来咯 温暖的山峭壁 玩笑容灰的时候 我就喜欢 又蹦又跳的 哦 小僵尸 别挡路 阳光射线的威力 还是那么的强大 哇 诶 这里有一口奇怪的井 我调查一下 井里传来的声音 里面有人吗 我是故意摔到井里面的 绝对不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如果你能给我一只水晶狗 那么我就会在下面过得很开心 这个人怕不是个傻子吧 这么小的井都能摔下去 算了 以后找到水晶狗了 再过来找它吧 这期咱们的目标 仍是狩猎这些危险的僵尸 就说这一次的敌人神出鬼没 是僵尸帝国的忍者 实力不输于我们的忍者孤 让我阳光霸主浪王 可得好好领教领教了 也让他们看看我的新衣服 出发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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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就这个附近了 守卫的僵尸多了起来 看来敌人 这次是早有防备啊 吃我雷尸炮 搞定 开启这一次的狩猎吧 忍者小鬼 哟 来了三个 我去 活力这么猛 看我阳光射线 啊 任务失败 任务提示 打败真正的忍者 哦 明白了 原案里面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忍者小鬼 其他的都是冒牌的 嗯 那我得好好思考思考怎么打了 再来一次 我打 又输了 嘿嘿 不过这一次 我已经看破真相了 众所周知 真正的忍者小鬼 只有一个 其他的都是小兵僵尸假扮的 哦 你们看 这是中间僵尸的血条 这是左边僵尸的血条 这是右边僵尸的 而根据我的经验 忍者小鬼 作为英雄级僵尸 血条 毕竟是普通小兵的 十倍百倍 所以 这个血条最后的 肯定就是 真正的 小鬼僵尸 哦 所以我说 我已经看破真相了 那么 再来一次 OK 瞄准这个血多的打 还不止伤到冒牌的 烟雾弹 居然趁机 又召唤出了几十冒牌货 没有用地 我的慧眼已经识破你了 不过 虽然是冒牌货 但火力 却是祸人价实的 我还是要 稍微 避兴一下 锋芒 趁现在 我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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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这招 再来多少次 我都能识破你 这次数量更多了 我得去上面 查看一下 还真有那个 被我逮到 来呀 拼死刀呀 哎呀 看着打死冒牌的 不能使用阳光雷射炮 范围太大 很容易误伤 哦 来吧 那就正面硬钢 多少人打我 我都不会后退的 nice 赢了 第二个目标 也被浪哥干掉了 浪哥真的是太强了 现在山峭壁 也就剩下 最后一个目标了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